体验土豪的生活第五集 18万亿公斤的鱼子酱 我只买得起10克 而且还镂空了许多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硬币的大小 10克的价格也非常的昂贵 1800 老少爷们们 经常来个财 要知道鱼子酱分为六个档次 最差的是西班牙鱼子酱 这个就是贵贵鱼 经常出现大佬们在吃的那个 欧洲黄鱼鱼子酱 我这一款是有20岁榆林的鱼鱼 真的论 这是它的同时呢 还有我在某宝上淘的 八十几块钱 有五代 但是过期了一段时间 不过也没多久 就四个月的这个 非你指甲 用在力量点据上 好像两个 被比一下女的 送了我一个开瓶器 还挺有仪式感 还有一把小勺子 居然好像是人女做的 贝壳类的 好漂亮啊 再见了我的1800 哎 哇 好像是用一层的鸭子 黑不拉鸡的 挺漂亮 先闻一下气味 哦 有一点海洋的味道 好像没什么新特语 哇好饱辣 哇 三分之一没了 100块 好闲啊 这是烟贵啊 也可多了 真倒是不行 在嘴巴里爆开的时候 感觉挺糯糯的 并没有那种爆汁的酸爽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时候 每个的东西是需要 分多的对比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八十块 八十块钱这么多 同样是鱼子 酱 酱都差得更多 看看这样连连反呗 好好吃哦 一颗一颗的在我的嘴里爆开 这碎爽的感觉 令人着迷 而且非常的鲜香 一点也不咸 过期四个月了还这么好吃 是真的没有那边呢 18万一斤的鱼子酱 背由巴出了一大火 鱼子酱好吃 我们好幸福 土豪在干嘛 想什么呢 吃在玩干嘛呀 难道他们是配小舟 他嫌害呢 不过既然买了 我就得尝试一下土豪惯用的吃法 我咨询了我的土豪朋友 他跟我说 简单一点的话 可以直接放在苏打饼干上品尝 什么奇怪的吃法 哇 这个是幻国贵户们的下午茶点心呢 等一下 还需要一个高级的饮品 贵景高爪飞 放的是啥不够的 嘿嘿嘿嘿 你拿湿了吗 去 嘿嘿嘿嘿 好过人家是真普通啊 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好 嗨 不必羡慕了宝贝们 以后再看了土豪吃鱼子酱 哼哼 哎呀你就知道了呀 他只是在那 看他呢 干嘛就不好吃 那再来吃我们寿司上的这个小鱼子吧 Bit-bye